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才竟在运通 最帅的画容点睛 今天咱们加卷股价值数小跌 34点那么逼出了800亿的成交量 我先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所谓谈的东西 因为我每次在讲的都是后面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你们可能一天要看好多的节目 然后其实真正的重点可能就忘光了 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要不厌其烦 稍微提醒大家我们前一天讲什么 因为行情它是一个连续的 它不是一个片段的 它不是今天有什么新闻出来之后 我们就去分析那个新闻事件 然后什么股票涨停板之后 我们就去分析那个股票涨停板 我觉得分析那个股票涨停板没有意义 而是哪一些股票在后面会涨停板 我认为这个才是分析师要做的事情 好 我们昨天谈到说 昨天大家在注意这个地震转单的东西 那我跟他讲说你不要问我 你不要问我谁会受贿谁会受害 因为我觉得那是焦点 但不会是盘面上的重点 所以如果你昨天有去买一些地震相关受贿的概念股 短线上应该不是愉快的 这个该怎么讲 就是说有些时候那个盘面在激烈震荡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心是跟着盘 盘是在上上下下 你是赚不到钱的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跟他谈说这个成交量的部分 然后他会下差取量 然后因为均量的部分 那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因为季线跟半年线 他已经要形成黄金交叉 所以掉下来的时候你要买股票 我们昨天是这样讲的 昨天美国股市基本上是大涨 那我不知道你们大涨的时候 这边会不会又去追股票 那收盘就指数的观点而言 你又套牢了 对不对 因为今天最低点是8627 收盘点是8634点 所以就指数的观点而言 你今天因为美国股市大涨去买股票 基本上你今天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我讲的是就指数的观点而言 这个就是操作的过程当中 这个规划的蓝土已经出去了 你就按照它去走 然后你也要去设定你的股票 你的条件是不是到了 是到了就要出手 这个其实不难啦 难在我们的心啦 所以我跟他讲说后面会走这个model 所以当他再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你基本上都要买到位 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 可是我如果讲说指数会再回来一下 你们大概又不敢买股票了 其实这边只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整理 结构上的调整 你要调出一个新的主流出来 然后为了这个未来航行的主身段之旅 好 所以你们现在要看量的变化 因为量基本上会领先价格 然后再来就是结构的调整 会调整出一个新的主流出来 那这个主流它会是台北股票市场这个地方 最资金最汇集的地方 因为基本上现在目前的成交量只有800亿 连850亿都不到 那最主要的因素是在于财报 因为财报的部分第一季 有的会是很精彩的 有的也会很精彩 但是就是这个精彩 所以你现在手中的持股到底是这一种还是这一种 或者是接下来你买不买到这一种股票 那差很多 那其实有些东西我已经在做了 有些股票我已经在布局了 可是它当下可能不是最亮眼的 可是时间拉长之后 你们会看到它是最具备涨向的 所以波段的强势股 有些时候要懂得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不是每天都去追追追追涨平板 这个是我们昨天谈的东西 然后建议给大家做复习 看见别人看不到的 要尝试别人不敢做的 要为了自己勇敢改变站出来 如果你老是都在看 每天盘中的讯息 就是上上下下 其实那个结果可能不会是愉快的 那我在跟你谈很多未来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当下你是没感觉的 但是后面涨金板 让大家分析的时候 你可能才会恍然大悟 请你切记一件事情 如果你每天是都要买卖 就是今天要买股票 明天要卖掉 然后明天一定要卖什么股票 买什么股票 这样是赚不到钱的 你也不要这样来参加我的会员 因为我不是每天在买卖股票 因为我的股票只会有三支 那每一次出手都是看准之后才出手 不是出手之后才看准不准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每一笔出手目的就是为了要赚钱 那出手的条件都是因为技术分析有讯号 那当然技术面的一个部分不多谈 那么基本面的部分 其实我节目上都有在帮大家补充 那公控4.0的一个股票 我们最近在跟他谈这个安晴 基本上这个地方 你们大家都觉得他不会动 但是他动的时候大概就会想买 可是动的时候想买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买不下手 因为他距离这91.3是太近了 就蹦一身掌停板 他基本上就出去了 所以你要在蹦一身掌停板之后再去追 还是他即将蹦一身掌停板之前去布局 这个给你们去做选择 我早上讲说习惯会铺陈轮回 轮回会决定命运 所以节目上我很多给大家的观念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吸收进去 就好像我昨天在跟你们讲说 你们去买地震概念股 那是讨不到便宜的 如果你的习惯总是说 大家talking about什么都事情 大家谈论什么事情 什么股票最红最火 然后我去追看看 然后去赚短线上的价差 那结果就是可能常常赚不到钱 然后常常赚不到钱 日积月累之后变成是什么 变成就真的赚不到钱了 然后就开始说台北股票市场真的没有希望 我常常讲说大海之水可饮尽 刹那心念可树之 虚空可凉 风可细 无能说尽 佛境界 大海的水要把它喝干 很难对不对 坛子刹那之间 就是一坛子的时间 要把它算出这个坛子的时间 是多短 很难对不对 风 是空的 但是却可以把它绑起来 这三件事情都很困难 可是最困难的是什么 说明佛的境界 所以我们在告诉你说 未来的东西其实是眼睛看不到的 但是要靠的是技术分析 如果你今天叫我去预报 预测这个气象 我可能会被骂了狗血淋头 因为我不懂 可是如果你要我再跟你谈股票这件事情 尤其是未来的事情 你们应该心知肚明 好对不对 好我今天取一档股票 今天涨停板 46.65 好今天涨停板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昨天他没有涨停的时候 你的想法又是什么 在前天他高点冲出去的时候 你的想法又是什么 这支股票是这个样子哦 这个地方绝望到一个不行的跌停板 然后这一天涨停之后 这一天冲高 冲高之后我跟你讲风险 打回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二分之一 今天再涨停 你的心情可以这样 哎不好 哎很好 哎不好 哎很好 变化四次 你只要其中一次 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没有机会大赚 好 直观攻进美国 入股莱迪斯 那么莱迪斯是全球第二大的可编逻辑晶片FPGA的大厂 那么这个产品我们拉近一点 主要是应用在智慧型手机还有汽车 然后后面会应用在IPC的部分就是工业用电脑 帽轮就是代理这个东西而且它是独家代理 所以它后续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当我的独家代理的这个趋势是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当然这个FPGA它的应用端变多了 我的营收自然会增加 因为这个又跟下单给它的客户 它背后的背后的大股东又是Intel有关系 然后Microsoft为什么跳出来讲说FPGA它有新的用途 这个当然是no problem 但是绝对是一个可以预期中的事情 好 所以28.5买 3637买 39.7再买 这一个过程当中 你们需要应变的是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买点 好 这个地方好像是短线上一个卖点打回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有跟你讲风险嘛 如果你不知道茂伦它浪力浪了多少 或者你不知道它后面的代理权会不会有新的竞争者 那么你绝对不敢报帽轮 对不对 掉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二分之一 然后我跟你讲它就是一个整理而已啊 今天涨停 每一个买报轮的全部都赚钱 不管你是28.5的 36到37的 39.7的 全部都赚钱 今天46.65 一支股票 我跟你谈了整个波段 然后它一共出现了三次的买点 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的买点 而且我有两次在节目上是公开预告 这是短线上冲高的过程当中 我知道你有价差 我还提醒你它短线上会有压回的问题 所以你绝对不会看到我的cotion叫你买这里 而是买这里 昨天再跟你讲二分之一这件事情 今天涨停 那这样也不够10%而已啊 我讲的是 这边买到这边大概10%啦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是这边买的呢 如果你是这边买的呢 如果它后面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是被洗掉的 比如说不用人家抓嘛 一到处买两个你就弄不起 三分之一 我们要买进去是三分之一部位 技术分析的最高境界 要能够看到未来 短线上这个部分我都跟你谈了 那打回来的时候 我这边还是在跟你讲这件事情 茂轮还是茂轮什么都没有变 你们可以去体会 我在跟你讲的二分之一嘛 因为这只是短短的四个交易日 到五个交易日的时间 如果这四个交易日到五个交易日 你任何一个时间点做错 你茂轮是赚不到钱的 相对的今天掌停板的茂轮 它是买点嘛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讲 头痛 请用五分出 吹记贴 请用记贴 五分之 五分之 不好 各应答头顾 风行操盘室 再创新高 感动四五八 通通四五八 从来没有全面试用 带三颗星 马上到零 02 2781 0959 2781 0909 吹记贴 要求效率 要买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买 这就叫 又小贺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请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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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一个都赚钱 每一个都赚钱 波段的获利已经超过70%了 不包含之前的价差 我们不要算价差 我们就算一个傻傻的买点 然后一路爆一路爆一路爆到现在好了 超过7成 那么为什么这边会出现两波的压回 这个过高的时候这边40块嘛 指标背离乃为超盘首支最大集训打回来 打回来再买 再买再过高的时候 指标又出现背离乃为超盘首支最大集训 再因为这是恶度背离 所以在修正的过程当中比较大 相对来讲这边冒冷到底是买点 你注意它下一次过高的时候 指标有没有背离嘛 如果有背离的话当然就不是买点啦 那重点是你真的知道嘛 或者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 你舍得走嘛 那也许是一个很精彩万分的涨停板 对不对 好那么回过头来谈这个 这是3月7号那时候过高 来让我们拉近一点 这最高点是196块钱 好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说过高了验证了 但却不是买点 在这里 指标背离了 对不对 后面还有在冲高199啊 那如果你现在买在这边买在这边 快了一两天之后 刷掉下来了 可是资金还是资金啊 都没有改变啊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第一波拉回的买点 这边买 再下来的时候 这边背离的买点 这边再买 因为我看的是一个波段 我看的是一个波段 在5bit的部分 就是资金的大客户 它的穿戴式装置 卖赢苹果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部分 因为苹果不管是在 当然假设你苹果的Apple Watch 当然一些果粉 它愿意买单 它的量就非常非常大 那5bit居然可以卖超过100万只 穿戴式装置 那5bit直接下单是给资金 那我讲过的PMOLED的未来的部分 那不是单纯只是在穿戴式装置而已 所以我认为在今年第一季的EPS 除了能够写下新高之外 在后续上的第二季的接单 它的那个量会非常大 当然精确的数字我不能在节目上讲 因为这已经 这不是公开的资讯 节目上只能讲公开的资讯 那不是公开的 基本上我们当然有一些数字 所以我们知道的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只是在那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至今还是至今 我也是这边告诉你PMOLED的未来 后面掉下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变 我讲这段话 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有些事情 媒体是选择性给你看什么事情 我当然我也可以不要跟你讲风险 我就告诉你讲理论就好了 不然涛老师你家的事情 可是我不愿意你这样做啊 我总是希望说 我们真的有那个决心 有那个信心之后 同舟共济 当这一件之后会来打拼 所以我讲这段话 我只是要让你们体会 实际上体会是 当我不告诉你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我选择性告诉你 你们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反而不知道怎么做 一样都是四个 两个字 对不对 这个158 155都是公开的 而且你们全部都能够赚到钱哦 全部都能够赚到钱 但是不会是大钱啊 因为大钱在这里 大钱是他什么时候要再往上涨 然后什么时候要过199 买一张可以啦 看电视就好 但是如果你要买10张 买20张 买50张 甚至买100张 现实是什么 看对了买很少 有赚就赶快跑 你要重新定义很多个股的空间 行动是最接近胜利的捷径 不然只是验证 Shot time 不好 所以我在谈很多的东西 它不是口号 如果我们每天往往中日都在买卖之间做选择 是不是一天做错就没有大赚的机会 我举个例子来说 昨天地震 大家看地震概念 觉得行情应该要跌了 对不对 然后地震概念 我跟你讲 不要买地震概念 然后我告诉你说 行情会会回来 今天看到美国股市涨上来 今天开高又心冲冲去买股票 心又不一样了 二分之一 买了股票可能又套了 当然买对是例外 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你对 但是市场上是不会认同的 如果你今天是买在190块的联军 你不要讲这种话了 可是我们不是嘛 我们是买在这里嘛 对不对 那什么都没有变啊 很多人说 为什么这么弱的股票要买 因为它是波段的强势股啊 说我要买在短线上弱势的时候啊 我们用放大镜看马蚁看这一段 看至今这一段 真的很弱对不对 你如果是套在190的 你真的动不掉 因为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可是你是买在158 155的 怎么会呢 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多头啊 整理完以后 我算 我有算过那个时间啊 那个时间到时候 它就会跳起来了 那联军也是一样啊 这是日线 这是周线 你觉得如果把它当成日线 你觉得它有几个单位的时间盘整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你的是 我从来不会今天什么股票涨停板之后 然后我跟你讲说 啊我们买 然后隔天隔天看看有没有涨停 没有涨停赶快卖掉换其他的 没办法天天涨停板啊 因为第一个股票就是那一些 第二个我在布局要有一段的时间 让会员上车 第三个跳上来的时候 我们验证休态的时候 别人去追涨停板的时候 他当然也可以验证啊 对不对 今天买了涨停板 快涨停板的时候买涨停 去追 然后涨停板的时候恭喜会员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们不是要涨停板而已 我们是要真的能够赚到涨停板 甚至是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上来 而且是要重压 高手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啊 懂得把烂牌打好才是真正高手 甚至什么时候烂牌要变好牌 我都在验证这个东西 昨天有人问我说 干嘛去分析浩鼎 对不对 它是一家利空不断的公司 那我跟你讲400块钱的私募 周三之前的一档股票 跟周三之前的一档股票有关系 其实我在布局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想到的面向 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 不单纯只是一只股票 它的maybe可能只是一个 KD的黄金交叉 它可能只是一个财报的公布 而是那个资金的流向 还有那个操作的节奏 那才能够让资金真的有效率去应用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叫小孩的股票只能有三档股票 我们只能有三档股票 所以不可能像小的时候 打马力兄弟一样 无限多条命啊 今天买了卖了卖了再买 然后不然就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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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c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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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开玩笑 不要拿钱开玩笑 一次进去要三分之一部位 300万进去就要100万 600万进去就要200万 怎么可以随便呢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分析浩鼎 因为我上个礼拜跟你讲这个 对不对 那我在讲这支股票不会跌的时候 代表是这支股票它会涨 而且会飙 这是上个礼拜五 我再跟你讲他的位置在这里 他现在在这里 他现在已经来到这里了 所以我认为明天早上 应该是最后的机会 应该是最后的机会 今天是礼拜二了嘛 今天是礼拜二 所以为什么我在讲这个时间的这个东西 都是有依据的啦 不是庆差公共 就是时间差不多到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时间可以上车 当初我带我会买帽轮的时候 它也不是一下子就涨啊 在这里啊 经过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天跳上来 然后涨这个波段 然后买这里的时候也是啊 一二三四五 这边再买一次 六七八跳上来 这边打回来再买一次 一二三四跳上来 就是那个节奏 要掌握那个节奏 你不觉得有一些标股 它整理的时间 都有那个节奏啊 所以不是 现在绝对不是 你看到什么股票冲上去就去追 现在那个节奏 我不能讲这样的买法是错的 因为在快四的时候 在这一段行情是快四的时候 你有一些股票你不追 基本上你后面只会买更高 即使它是压回的 但是在整理盘 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 那个在震荡刷洗的过程当中 一买突破嘛 二买压回嘛 现在是买压回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间点快到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 而且是要带部队完全上车 我讲的是让每一个都买到的话 它需要一段时间 至少两天到三天嘛 对不对 这是上个礼拜五 我跟你预告的嘛 它长了吗 你看读也知道啊 它没有长 但它其实是一个整理形态 那我跟大家讲说 因为有一个族群 我认为在这个礼拜会利空出境 那这个利空最多的是浩鼎 所以我分析浩鼎啊 所以我在分析这个股票 是有我的意义的 可是大家总是在看什么 你分析浩鼎它不会跌 那我赶快去买浩鼎 不是这么直接啦 古表真的不是我们傲人想的 那么简单啊 要懂得改变 才能够真正的与众不同 我所谓的改变是很多的操作的习性 操作的想法 然后操作的模式 真的都要懂得改变 那这支股票 现在虽然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 但是我认为 就是明天早上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它应该会是 要掌停板之前的末班车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不是有兴趣而已 你不能只是有兴趣而已 还有这三颗星的同学 你再把电话把它拨通 有决心 有信心 带上诚心 做好准备再拨通电话 手中的持股 要立即性的去做处理 如果你因为套牢 舍不得卖 那不要打电话进来 那如果你们对我的节目的任何 一致于具有任何的怀疑 不具备信心跟诚心的 你也不要打电话进来 你可以多放验证 真的觉得OK 不急于一时嘛 不急于一时 再把电话把它拨通 因为参加会也要赚钱 这三颗星真的很重要 这真正的结缘三颗星 你们赚钱 我们才会真的赚到钱 才能真正的共创佳机 做好准备 再利用广告中的电话 拨通就对了 但是 龙城 飞降赛 不叫狐马 杜鹰山 散会增生 画龙点金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来加入 电话拨通 财运 恒通 再会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予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记贴 请用记贴 五分猪 五分猪 不好 各运达投顾 风行操盘室 再创新高 感动四五八 通通四五八 从来没有 全面试用 带三颗星 马上到零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又想贺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哦 标普勤拿 新闻获得 技术实战 老虎抱抱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历史上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投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 又小贺 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 又小贺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 又小贺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台北市有线电视 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线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常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旅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线电视 0809 096 111 早鸟生半更多优惠哦 北都台北内 超值优惠 双小炮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线电视 平均月付 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线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机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再送Y 再送Y 再送Y